张律师取证之路在线波澜 社交账号被清空 到底谁在阻拦 他们在害怕什么 自从张律师带领了被害初中生案件以来 就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它每一次的发声 都让网友们对案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大家把赢得希望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 但现实似乎很残酷 3月21日有网友拍下了张律 被陌生女子阻拦的画面 期间张律无连发问该女子 你到底是什么单位 疑似对方在干扰律师取证 张律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刑事案件代理经验的律师 这一次经网件发唬 足以可见对方的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到他正常办案 律师取证尚且如此艰难 受害人家属就更不用说了 好在张律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面对重重阻碍他质地有声 有理有据 对得女子哑口无言 从视频中看该女子形象不凡 不是普通人 果不其然 很快就网友扒出了他的身份 原来是当地的副区长 大概率是为了控制影响来的 但他这次彻底犯了大错 此次案件不同于一般的霸凌 这里面涉及人命 而且已被刑事立案 全国网友都在关注 这个关键时刻跳出来阻挠取证 这不是找挨骂 一波未平一波幼气 就在刚刚 维度新闻报道 张律师在某平台上的 社交账号内容被轻破 再次引发热议 种种反常行为 网友们不禁产生疑问 究竟是谁在阻拦 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那么大家支持张律师吗 你们觉得最后会赢 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无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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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